如果你真的想看汽车版法 可以看些什么呢 反而来收集一些相关的公司 例如铭实 铭实即是它主要做一些汽车内饰 还有近年来说去做一些电池盒 其实也拍着很多不同的大码头 除了传统的车企 其实Tesla也有帮他们去做 所以如果你想收集一些整体的行业 希望慢慢慢慢可以复苏 也会越来越多人去做车 做车出来他们能卖到又一回事 但是你要做更多车 可能你的零部件的需要 其实你的购买就会强 所以你买一些做零部件相关的 也是一个考虑 好像铭实一样 铭实其实是其中一只可以考虑的 它也一样 跟整体的板块一样 它其实也会穿过之前一个 downtrend 走一个uptrend出来 今天很明显做第二只脚 估计有机会 就是第二个低位 就是第二个低位 希望圆回升轨 能不能继续上去 短期来说 跌穿31元 31.5元 你才考虑是否要短期止损 否则 从中线来说 敏实其实都是可以去考虑去持有主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内势特 它就做一些动力的辅助系统 就是动力转向 内势特 也都是做一些 其实这个特别是其中一个 就是它主力的产品叫EPS 占它的收入其实也有68% 其实这个用在哪里呢 就是可以实现很多不同的 辅助驾驶的功能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 无人驾驶 或者是一个高度的 辅助驾驶的概念 如果你真的越来越多 那些汽车股 它要进入这个行业 就是它要做很多些 辅助驾驶 其实相对上 亚内势特 其实也是其中一只 可以仇惟的股份 短期来说 它是同样 看看它有没有机会 继续向上 短期 短期 如果真的想找个位置 要么就定在9元 再不然就看回 之前的一个相对上 短期的位置 就是100元这些水平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找 一些汽车制造的 摩尼永远就保持 233 接着就175 汽车相关的 就保持425 以及131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